政治头条来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才刚刚带领民进党打赢了台南跟高雄立委补选的胜仗 现在气势跟声望又再度的攀升 礼拜天晚上又找来了党内各大天王 齐聚一堂商讨总统大选策略 还有民进党未来的发展 他马不停提优 接下来又下乡到各大学跟年轻学子座谈 主题就是年轻世代跟未来 这主打的世代交替 蔡英文在布局2012 这是不是一个起跑的动作 带您来看 民进党内天王齐聚一堂 苏贞昌 吕秀莲 谢长廷通通出席 在主席蔡英文的号召下 大佬们坐下来针对总统大选交换意见 昨天中央党部邀请我们这些党内的领导人 一起来坐下来会商 最主要就是针对总统出选的部分 以及相关的 现在最近大家关心的一些政治的情势 来交换意见 会谈中气氛融洽 没有炮火 没有内讧 民进党在线团结 南高立委补选胜利后 党主席蔡英文的声望越攀越高 挑战2012的路也越走越稳 蔡英文自己虽然没有松口说要选 不过却也动作平平 从3月8号开始 就要全国大学走透透 先到中央大学开奖 再到开南大学与年轻学子对谈 接着台大政大也都在规划当中 谈的全是年轻世代与未来 和他之前提到的世代交替 应该交棒给年轻世代概念相同 锁定年轻学子拼2012 蔡英文也开始起跑 这是本来就规划好的一个计划 那接下来也会有包括台大在内的 五六个学校会陆续的来进行安排 蔡英文选择从校园出发 和苏贞昌够有不别苗头的异味 同样是民进党内热门总统人选 谁能脱颖而出 尽管不明讲 两人依旧鸭子滑水 三立新闻 宋伯导